大家好 欢迎回到《魔龙向编辑部》的《笑声帮》新闻节目时段 今次有个许晨 另外还有我们的易得台仰 大家好 请记得订阅我们这段影片 还有订阅我们的YouTube频道 多谢大家的支持 周庭这次自编自编自演 做好这个剧本 去饰演这次踢宝流亡 现在还说要申请政治庇护的女主角 是 这个很厉害 我相信部署了很久 而且计算得很周密 也很厉害 让她成功得逞 再者 你的Instagram宣布不久 她这么快接受你最喜爱的日本 她是自学日文的 她流利日语自己学回来 她很喜欢日本文化 她率先在今天12月4日接受日本东京电视台的视像访问 她用自学的流利日语再加上九味露面 终于露面 她应该加了雷镜 她本身是要戴眼镜的 又说到自己是一个勤学生 不过又看她化妆 染了头 弄了女颈 然后才出镜 要继续重拾民主女神的第一宝座 是的 现在光环又套在她身上了 不过现在她的人在加拿大 以后来的日子 我相信焦点都会在她身上了 相信现在有日本媒体访问 然后会不会其他国家的媒体络络络络访问呢 相信她已经排在她的日程上了 是不是吗 是的 排在周庭日程表里面 看到那个日本媒体怎样写她呢 哎呀 看见打冷阵了 香港民主活动家 哎呀 救命 这些都是成家 哎呀 自然的啊 厉害啊 是的 很搞笑的 她说未来的计划 就包括了要在加拿大申请政治庇护 理论上在加拿大申请政治庇护 没理由去英国或者美国 不行 这个机会就比较小一点了 她又说自己身体出现了一些问题 包括了这个叫PTSD 即是创伤后压力症候群 又说自己过去这三年来说 在香港就什么都做不了 那当然了 你没有了那个护照的话 又不能够去你最喜欢的日本 那你现在就通关了 大家都可以去 你又没得去 是不是 没理由只来去 只去Donky就当去日本的嘛 是不是 哈哈哈 据说她很喜欢Donky的 哈哈哈 自占 说可以唱Donky的歌嘛 是啊 那次就这么玩了 这个就一件事了 你说这些什么创伤后压力症候群呢 老实说 如果你真的在香港 觉得自己有这些精神科方面的病或问题 你大可以看私人医生也行 你去鄰街症也行 是啊 没错 他有没有向医生求助啊 这个我很想知道 如果他是没有的话 那究竟他是不是有这个所谓PTSD呢 如果有的话 那为什么现在都处理不好呢 是不是那个医生不是那么好呢 似乎他暗指一件事 就是特区政府因为他国安法的案件 今天扣留了他的护照 或者他要在其他什么保释 或者自己说 怕不知哪一天 国安就会凌晨敲门去将他拘捕 就是因为他保释嘛 如果真的到有证据那天 就会来敲门 找周庭里出来的那些 因为他们想起当年他国安法被拘捕的那一晚 他就很害怕会重演 他觉得这是他的创伤后压力症候群的主要来源 这是你自己真的做了一些涉嫌违反港区国安法的事 这个记住你是有做过 如果你完全没有做 好像一般平民百姓的话 我请问有没有人会天天都在害怕 什么时候会有国安上本会敲门 没有 特别人都很干乐 回到内地喝喝吃吃就这样 就算你们这些黄尸 黄到疯的那些 黄到发黑 谁知道叫黄到发黑 就是把Facebook头像都改为黑色 你说会不会这些人回到内地被拘捕呢 没事 唯独是周庭 担心到凌晨可能睡不着 每天都会怕会不会有国安上本拘捕你 那一定是你身有事才会这样 再说回 即使你觉得在成王成恐的情况下 是由国安或香港的港区国安法 带来你这种压力 所以觉得抵受不住了 这三年来说 经常要保释 又不能这样又不能那样 甚至乎害怕到连说话都不敢说 甚至乎被要求或想拿回护照 他说这个版本是去内地的一日游 这是一件事 如果你说未来就要去踢保 因为他是月底才要去逐保 暂时来说 现在只可以说他是宣布了他即将会踢保 还说自己以后不会回来 原则上 法律上来说 他一天都未到正式踢保 假设他是12月28日 他那天没有出现 没有去到逐保 这样为之是真正的踢保 现在在说他会的 他还可以变 他突然说 还是不要了 我深受内地的一日游的感动 我也是回到香港 吹什么 那我们就全部炒车了 是呀 不过我相信他真的不会回来 他说得出 而且是在这么多个平台里面这样说法 是刻意地离开 而我也是认为的 他这次是计算得很正确 由之前一直以来都表现得很合作 但是去到加拿大 还要说到自己是连机票回那机票买了 但只不过到最后才决定说不回去 我认为这也是跟他牵涉到港区国安法有关的 考虑到这一点 可能想起自己 将来又不知道要多年 所以才做出这样的行为 他最恶劣的一个点是什么呢 他现在扮演是一个好像很楚楚可怜 是受尽了这些 PTSD 带来的痛苦 才逼着他要冒险回送中 参加了一日游之后 拿了一个证件 然后去到加拿大 也说到自己真的不想再回来 面对这些 PTSD的事情 或者其他担惊受怕的事情 也都再去 向特区政府对一刀 就说有国安法这件事在 香港崩坏我才不回去 现在越来越坏了 所以我不回去 外国人一定会问 你觉得有什么叫这么坏 而且他有一个重点就是 他这段时间 他真的一句声都没有出过 由他放了监之后 还关了Facebook 就变成他一个 很大条的道理 和一个非常大的发挥空间 等于这样 这些就像电影 或者某些创作 故事创作 一个留白的位置 你这段日子不出声的日子 究竟你是做什么 你想什么 你想做什么 他本来又说自己有什么兴趣 因为这样而停顿了 他之后还可以有很大很大的发挥空间 这件事真的允许说 他有说过 什么都做不到 大声哭 或者尖叫 或者抑鬱 和自己捕捏捏 类似的 他再说 看到其他手足 假设 其他人 不断地被捕 令他更害怕 或者看到 国安法越来越严重 还是什么 这是他的版本 他的角度 似乎 他就计算好 未来 究竟要怎样 跟所有媒体 去说些什么 不过 有问过他 他现在 还有一点 假装 问他 问他以后会不会去 参与抗争 再去为香港争取民主的事 你会不会做 他就说暂时 就叫做 未考虑 会不会搞这些抗争的事 我假设他将来会搞 而他人就在海外 那就要名正言顺勾结外国势力了 如果他真的要搞什么抗争的话 如果这条路就变成 罗冠聪之前的条路了 我们再看看 他如果真的要申请政治庇护 我不知道是否有心读书 你读完书的话 会不会有救生艇 然后读完书再找工 我不知道他用什么形式去加拿大 如果 我们记住 救生艇有一个位置 就是要有良民证 如果他 他哪里有良民证 他没有了 所以只能以政治庇护的方式 他不会用救生艇的方式 我相信就是 是的 因为他不能拿出来 所以你唯有要申请政治庇护 你又要给加拿大看 你够不够了 申请政治庇护 我认识你老鼠吗 周庭 你说叫周庭 你在日本 或者很多宅男 或者香港很多宅男 不喜欢你 这个是一件事 可能人们看到这张照片 画面周庭已经爆炸了 以前那些独男 那些年灯独男 就立刻很高 女神他很勇敢 终于走出了 捉这些有自由 什么安好 很多这些 只是看到他留言 都有成四五千个 只是在今个早上看到 即是他才是12月4号 再下去 现在我们看到 警方 已经是出了 新闻稿 很快的 留意到最近有人在社交媒体表示不会再向警方报道 警方就强烈谴责这些公然挑战法纪不负责任的行为 亦都呼吁这些人要如崖勒马 不要选择一条不归路 一生会背着逃犯之名 记住我们在另一节也提到踢宝究竟是什么回事 大家有兴趣可以过去听 如果真的踢宝之后 刑事案起诉的时间 是无限的 10年之后查够 20年又可以 30年又可以 40年又可以 所以为何 较早前警方说 会窮一生之力 国安署 都会去追缺 罗冠聪 蒙兆达 还有那些 许智峰 就是这样 怎知道他一生之力 总之你未死 我都会继续查下去 还希望可以把你逮捕成之于法 就是这样 如果现在周庭有了 国安署的新闻稿 或者公告 这样说 他这个位置够不够了 拿去申请政治庇护 如果真的不够 那就做劲一点 不够就更劲一点 我相信 他申请政治庇护 难度不大 第一 他在香港也算是颇为知名 第二 我相信有不少人 都在背后 会帮他 拿到这个政治庇护 因为他 并不是一些 易打鹿 就算是一些易打鹿 都成功 拿到政治庇护 何况他 所以 我认为 他 获得政治庇护的 机会 颇为之大 再加上 那么多媒体也访问他 日本媒体也访问他 这些都可以成为 一些材料 申请政治庇护材料 其实 当然 如果申请政治庇护的时候 要见他们的 相关的人员 你又要踏齐资料 还有要给捉的风险 见得到 你回到香港 会有机会拘捕你 就是这样 暂时来说 你也是踢保而已 叫你回来续保而已 其实会不会呢 我们也说过了 收庭这件案件 牵涉到港区国安法 其实同日 也是拘捕了肥佬礼 也去过《一传媒》 《苹果日报》 获得了很多不同的东西 甚至乎 李玉軒 香港故事的那些人 还有前仲志的 古灵精怪 前学民思潮的奇迷怪 都是一起的 定点 我们也知道 李玉軒这些香港故事 就是要 刀灰 踢爆肥佬礼的东西 对吗 接着如果他爆肥佬礼的话 那天牵涉的人的东西 会不会和周庭这些有关呢 如果是的话 我想有机会等到 肥佬礼国安法的案件 开审之后 可能会牵涉到周庭 或者前学民思潮的人的身上 我们到时在法庭里 可能会见得到更加多 是的我的估计应该是有的 不然他不会下这个决定 假设如果他是没有牵涉到国安法 他有信心 没有理由这样走出去 他应该是 有些东西牵涉下去的 所以 经过细心考虑之后 觉得那个风险 就是蹲监的风险 机会都很大 所以才不回 但是呢 有一点 我反而认为 他的政府都是一些责任的 就是 哎呀 他的单案如果早点搞 就会搞成这样 不要让他这么快离开 快去搞定他的单案 那就 不会现在这样的夜长梦多了 所以以后下来 周庭我相信有很多东西玩 是不是 还有 刚才我们提到 同日就是所谓810 大手保 其实我们知道 警方也知道 媒体也知道 其实 大家想想 我们两个弹散 在这儿谈谈谈谈 或者想起当日的资料 都想到那一串人 其实是串得埋的 那为什么 国安署方面 又会因为他的合作 态度良好 等等 而给他一个护照 让他离开 他离开的话 他有很大的机会 或者有很多的支援 令到一些誘因 他有很大的机会 会踢保 弃保前途 是的 为什么会还给他呢 我真的想了很久 为什么会给他呢 许智峰已经整个洞了 让你看到这件事 究竟是怎样的 现在 又多多一个周庭 为什么会这样给他呢 我真的都 打破头 许智峰 那时候还算是 一个立法会议员 还是什么什么的 所以就说要去开会 还是怎样 还有很多理由 如果这个 说自己 勤力小蜜峰 去加拿大想读书 还是怎样的 你想想 如果去加拿大读书的话 待会一个屈美十日 说自己 功课忙 或者是 最近没有钱 所以买不到机票 回来续保 这些理由 我们小孩的时候 都想到有得出来骗 何况周庭 这些古惑人 这些真的做戏做到 天花龙凤 是吗 是的 他的形象 很得人同情 所以他 想到这一步 都是玩得 这个特区政府都挺绝的 是的 究竟是否他自己一早计算好这个剧本 很明显是 你跟我说不是 对不起 我不太相信 潜伏了这么久 何止这个剧本更加劲 还能计算到 后续究竟是什么 我相信会更加疯狂 我们这次来到这里 好 多谢大家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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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